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股市老炮 一份见证 一份期盼 也希望这份情怀能给市场更多的呼吁之声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几位嘉宾 特别是叶国英先生 叶老师好 大家好 那还有就是贺晚南女士 贺老师好 大家好 这位是最早的股民 楼志文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市场上的人都说 说有两个去写这个股市文章的人 一个是贺晚南先生 一位是叶国英小姐 我们说二十多年前 从1990年12月刚才提到的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先后建立为标志 我们就开始了中国股市 贺老师就写过一个证券投资技巧 这本书 对吧 这算不算是最早的 最早呢 我那个时候我在新闻报 1990年7月2号 就是在证券交易所开业之前半年 我们就在证券报上办了第一个专栏 叫证券市场专栏 那么这个大概是全国第一个证券媒体 1991年就试运营了 试运行 不是 1990年7月2号 为什么是7月2号不是7月1号呢 因为新闻报是周三开 那么7月1号那天没有报纸 不是 一周三次 那么所以我们是7月2号出的 那么我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会在我们新闻报 办了全国所有媒体当中 第一个证券专栏呢 这话要从5月份说起 5月份有一个年轻人 但还有一位小姐 这正宗的小姐不是叶小姐 一位年轻人名魏文渊 一位小姐名张宁 这两位相信股民们都熟悉 一个是交易所的总经理 一个后来我们当上海政管局的局长 他们两位呢骑着自行车 跑到我们新闻报来说 魏文渊就说 我原来是从北京来的 那么来到上海 我今年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今年无论如何要开业 第二件事情 我要办一份报纸 因为证券这个玩意儿 是信息传播 没有报纸是不行的 第三件事情 我要搞一个证券业协会 有一些证券公司 一起大家搞个协会 搞一个组织 那后来呢 听了这个话 他就找到我 以及我们新闻报的总编 我们两个人就跟魏先生 跟张小姐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个小饭店里面 就谈这个事情 那么后来我说 那两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说 但是你想在 今年办一份报纸几乎不可能 我们申请刊号什么 不可能 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我说你不如在我们新闻报 开个专栏 这个倒是有可能的 哦 一位先生 一位小姐说 好啊 这好啊 所以专栏就当时 所以就五月份这么谈起来 我们七月二号 就匆匆忙忙的就出来了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们新闻报 什么两毛钱一份 哎呦 那一期啊 两块钱都抢不到 你们有吗 楼老师有没有 今天还是在的 我们一会儿让大家看看 第二件事情呢 做什么事呢 有了这个报纸 每个星期要出盘 作者从哪来 谁写啊 谁写啊 都不懂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又搞了 全国第一个股市培训班 我十月份 90年十月份办了一期 90年十一月份 我知道那时候 贺老师是班主任是吧 十几课每一几课四块钱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我要负责就是招生啊 对不对 那我就他们就牺牲我为班主任 然后我们又 我还有几个记者 我部门一些记者就刻纳子 把他们的假意刻下来 我们那个时候呢 请了十位教师 其中包括欧文渊 包括张宁 包括森盈的坎子东 那个汤仁荣就是那个海通的 还找了一个老外 叫野生证券诸诗会社 手续代表 这个人也不是老外 他也是中国人 就是因为您办那个培训班啊 就是名声在外了啊 好多人就请您去签名 忽然楼老师是第一期的学生了 他是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学生了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在那个大概每一次有六十个人 一百多个人里面 选了大概三十几个人 我们就搞了一个就是 你给我们写稿 写来的话 好的话我就用 所以他楼子文 他那时候就也开始写了 这个是开始写稿的 开始在我们新闻报 没稿源啊 是不是啊 所以后来呢 我们专门有个专栏 叫投资者剪影 投资者剪影 我记者呢 就去采访一个人 那个人的名片一拿出来 那个名片呢 平民投资者杨怀帝 大家都知道是谁 一看这个名片 杨怀帝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百万呢 哪里百万呢 他那时候不哭却呢 反正买进卖出 我估计他身家 也就一两万块钱了不起了 后来慢慢的 所以很多投资者 我们就写进去 有个栏目叫投资者剪影 还有一个呢 叫买什么 买什么呢 那时候有一个先生 叫樱建宗 他就专门给我们写 债权专来樱建宗 对吧 还有一位呢 叫增娟小姐 增加的增 军是那个军 实际上就是证券的协议 增娟小姐是谁呢 就是张颖 张颖以增娟小姐的这个笔名 来给我们写稿 就这样一点点写稿 就这样子办起来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第一吧 就是办了两期培训班 出现了一批很有名的一些作者 有些人现在也是亿万富翁 什么的 跑到国外等等 梦想最开始的地方 对对对 叶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那个九二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一周年的时候 那么搞了一个真文 一千五百片当中呢 挑选了五篇 那么我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作为三等奖 作为第一篇真文 给这个 一千五百片里面 一千五百片里面 一千五百片 那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个第一篇的呢 一个那个真文呢 这个标题呢 可能是比较切中当时的股市行情的 因为当时呢 这个深圳已经十个月的永时下跌 那么我写了这篇呢 叫做知者以教训必风险 知者以教训必风险 对对对 那个愚者以风险换教训 愚者以风险换教训 就是让大家谨慎 是是是 那么这篇真文以后呢 就是基本上我就正式不认了 这个上海证据报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严禁报社了 我也当报社当了记载了 那么还有一篇呢 就是说从上证报当中 当时所以一个最有影响的 就是一篇股评 那个时候呢 上证指数从这个一千五百点 跌到了四百点以下 那个这个时候呢 我一种跟我说 三三三 我一种跟我说 老爷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写一写这个评论了 差不多了 那么我就写了一个 过底究竟在哪里 这个指数就一下子中最低的三百八十六点 一下子上升 连续上升到第二年的一千五百点 然后呢很多的人说 这个这篇股评看来是红豆封建 是这样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看咱们这个叶国英小姐拿的是上海证券 不是上海证券报 上海证券 对 因为那个时候呢 刊号还没批下来 还是一个内部出版的 内部给他允许出上海证券 后面一个上海证券 内刊两个字很小的 上海证券内刊 刊号那个很小的 所以这个叶国英老师呢 确实是很早的股评作者之一 是吧 这个这个而且几篇文章是非常有影响 那个时候我跟魏文元我就开玩笑 我说你一千五百篇证文 没有任何价值 就灭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者 就是找到了 灭了一个宝 就靠这个东西灭了一个宝 所以我就补充这个 另外我要补充呢 就是刚才的楼 楼志文说的那些那些油印的东西呢 就我就凭这些油印 就是在培训班里 培训班那油印的十堂课 那么我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证券投资技巧 那么这个也是 以前都是用油印的 就他们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自己呢 就买了一套 在香港去买了一套呢 投资于法律 天下人理财系列 一共是14本 香港因为我弟弟那时候在香港工作 14本是1980块的金牌币 我印象它是500多块钱的这个人民币 买了14本呢 我就啃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拿了一个投资于法律 这是您的启蒙 这是您的启蒙 我买了这 那时候我工资这80多块钱 500多块对我数 蛮大的一笔东西 那么靠这个理论 再靠油印的一些他们讲义 我就出了这么一本书 因为我们11月份第二期结束 这本书第一本呢 第一次出是1991年3月份出版 我记得您有一份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 交易年报的一个 这个一本是吧 当时是多少 我不是一本 我有好多本 这个但是这个是最早的一本 叫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1990到1991年 实际上1990只有一个月都不到 12月份一个月都不到 交易统计年报 那么它就有90年的数据 也有91年的数据 你看90年的 跟91年的数据 两年啊 那个股票几个 八个 然后这个 90年最高 127.61点 指数 最低95.79点 那么到了92年最高292.76点 最低104.96点 还有很多统计的数据 那个是最早最早的 交易所的年报 我到现在呢 我到995年 我还保存着 以后就不用了 以后都是在 电脑里面了 其实我们今天拿这些 这个签字印的书也好 签字印的讲义也好 签字印的 我们曾经写的文章也好 那都是一个时代 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对 我觉得呢 可以让柔先生介绍一下 他的一个投资生意 我专门写过 最近呢 我是小顾名 他们两位呢 是真正的大师 所以我心里 帮他们两位补充一些 我们这个叶老师呢 他讲在讲是92年 写这个正文 设计会要找 这么找呢 是91年 这件事我知道的 是上海郑教授成立一周年 正文 我也写的 我这个文章我今天也带了 当然我这个文章 不能跟叶大师的文章相比 所以他呢 叶老师呢 就是这次正文 一写出了名了 对 大家看到他这个才能了 不用用这个包啊 我们这个何老师呢 是我的启蒙老师 何老师可以讲 是我们上海最少的老师 但是他讲在讲呢 是办了陪兄办的事情 实际他玩意一件事 做了影响很大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今天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还有我们不知道 何老师做了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上海人啊 买了很多人买了能够挣啊 占了钱发了财了 但是不知道 这个人的证 为什么为了发出来的 大家都不知道 当时这个股票 只要买到股票 就能占钱 所以大家听到 发这个新股啊 拼命地去排队 拼命地抢 发一次新股 就要出一次事情 警察局维持秩序 人太多 我们何老师呢 到底是记者 他这个眼光厉害 他看到这个现象呢 就找就了我们几个人 来讨论 找就我们哪几个人呢 就是讲在的 英俊忠老师 郭熙 普家园 找来 还有我 另外还有这个文卫报 两位记者先生呢 他们是书面下来的 不是当面讨论的 我们五个人就当面讨论了 讨论结果呢 我们这个胡老师呢 就写了一批中介 叫照顾亲人谈 就这件事呢 是整个当时是轰动的 新闻报登的 9月8月份 登出来以后呢 上面看到了很重视 所以呢 就吸收了在里面的意见 人格政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是九两年 人格政是九两年 出发行的 都带着啊 大家就看看 曾经有个大姐说 本来是去买认购证的 结果路过牛仔裤店打折 就买了牛仔裤 那时候还没粉丝这个词 如果有的话 您就是贺粉 是吧 所以我们呢 他一度被人家叫做 七君子之一 所以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这件事情呢 我们联络其谋 我们很清楚的 是完全是肯定是受了这批 膨胀的启发 在有人格政 对 所以刚才这些回忆 可能让大家一下子就回到 回到二十几年前 年轻的时候 现在您也年轻啊 现在我们变老婆了 晚南大学 我买股票呢 是1985年 那是小费 小费 严重 32年了 那么我实际没的时候呢 都不懂的 都是他们这个老师啊 一滴滴叫的 所以我实际为止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小顾名 但是我 人家问我 为什么你能够保持32年 会在股市场 对吧 但是我始终是什么呢 谨慎 我从来不透支的 从来不透支 铁律 从来不透支 对吧 我能够 我能自己又能够 多少能力 我就买多少股票 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用杠杆 我问您一句啊 要给我们投资人一些 在投资理念上的建议 您会有一点什么样的 是 我 就是如果用三个字 那就是 就古道里面一个道 第一个字 道呢 就是手和一个圈奏组织 就是一个思路 头脑的思路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经 要取得经验和经历 是吧 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古说 一个说 这个说呢 就是要自己的方法 一个套自己的方法 就是战略战术的说 然后呢 就是说两个字的话呢 就是心态 然后呢 再变成缩小一点 一个字的话呢 就是一个物 就是树性旁边一个物 就是简单的 如果分拆开来讲呢 就是我心 要有一颗健康的心 一颗平和的心 一颗感恩的心 其实股民赚 股票钱赚的是忍耐费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同意不同意 我非常同意 那个是早期的时候 有过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炒家不如藏家 有些股票要尝一尝 你看摩台 是不是 现在多少倍了 就是已经两千多块钱了 付钱的话 是吧 对未来吧 一些想法 我想提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股市场 必须进行公借车的改革 公借车 我们证券市场也要公借车改革 对 我们股票市场要公借车改革 第一个是退市制度 我们必须从象征性退市 真正的走到一个规范退市 我今天我数了一下 我们从最早退市 可能是94年开始 从水仙开始退市 那是叫PT水仙 PT 这个还不到20个 那么最近2015年到2016年 三个股票 新型态电器 新型态电器算是16年 那个长油和二重算是15年 就是中间有三年没有退市 那么我们二十多年股市 平均一年退市 只有两个 第二公借车的改革是新股 新股现在我算了一下 一年发300个左右 不到一点 2016年 但是每年申报的新股 就有600多只 排队 现在又排队 少不了 那么发也就罢了 那发你就发25% 还有75%呢 过三年就要出来了 一桌就每年申报的 那么多用进来 第二个是融资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订增 一年现在是1.67万亿 第三个就是减净 大小飞呀 不断的出来 一个月多少亿 上千亿 就是因为25发了 75拖在后面 那么现在呢 我觉得要提出来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保健会 已经提出来了 你那个险资 保险公司 第一大股东 持股不得高于51% 我觉得新股也要这样 股权是大风扇 你一个老板 你一个人75 你到时候啪啪啪 抛出来 你就应该股权分散 就是应该像保健会一样 新股出来 第一大股东持股 不要多于51% 51够了 你一个人算了算 不管是国企 还是民企 已经是控股的份了 对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行性的 这是第二个攻击策这个方面 第三个攻击策呢 混合所有之改革 这也是大家觉得 2017年最最主要的方式 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说了两句话呀 一句话说 混合所有之改革 是我们国企改革的 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第二个就在七大领域 什么石油电力 什么领域里面 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是不是 这两句话 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个迈出 这个实质性的步伐 这两句不是空话 这个需要有行动跟上去 怎么叫行动跟上去 我觉得一个 你不是一个两个 就不是一家两家 稍微多几家 第二个 不是那么中不溜究的 比如东方航空 中不溜究的 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 连通也不算是特别大的 大的一些公司 真的正经济混改了 所以刚才叶老师也好 咱们楼先生也好 说到我们股市 进化同学也好 大家都希望有 金色的股市 从哪儿来 我们整个中国宏观经济改革 攻击政改革 股市同样需要 攻击政改革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管理层 监管层 我觉得应该把主要力量 放在改革 放在规范 放在监管 这方面 而不是说 管杠杆牛 又是什么改革牛 叶老师 其实我知道 当时你们二十多年前 被大家误认为 是先生小姐的时候 其实就是彼此也是在交流 也是在不断地发现市场的一些 新的情况 那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特别是讲到 现在我们投资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在新股能够不断发行的情况下 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股权的改革 这个股权的结构的改革 就是你新股发行出来 你这个大股东的 超过了45% 最后一个新股出来 并不是把很多的资金 落在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而是成了不少的意外富翁 对呀 都张到了这些 这个个人的药包里 而在家族的药包里 这个呢是很不理的 无论是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或者对整个这个 这个资金经济到这个实体经济 这些都没有好处的 是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呢我感觉到需要 继续需要 是将这个一改革 无论是将来对解禁股的压力 还是对这个整个市场的健康 我认为都非常有好处的 从周期来说应该经济一个千古上升的阶段 我希望出现这个情况 希望借您几页 但是这个分化也是肯定 是是是是 何老师呢 我三个词好不好 好 一个就是文件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规范 第三个呢慢牛 慢牛 轻声细语的跟我们说 慢牛 来 对对对对 陆老师 他们两位老师讲的很对 我也希望两人一千年 能够就是平平坤坤的 对吧 就是这样子 不要有什么大起大落 再要不要这样子 这种一五年的股债 再要不要发生 我们还是希望安安稳稳的 对对对 稳健的 能够迎来慢牛的市场 或者是上升的市场 好 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 我就叫老泡吧 年轻的老泡 谢谢 谢谢 应该说我们回顾过去 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 我们细说过去的故事 是为了更好的把未来的故事 写好说好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